大家好,2022年6月12日星期日 欢迎收看第444期这些消息 请进行介绍话题 5月下旬,多个网络平台出现了对新华字典的质疑 比如新华字典用玩弄女性等说法解释字意 被指责是宣扬负名信息对青少年做错误引导 6月1日,全国多个省份出现了现场抵制新华字典的线下行动 其中,广西的河池市检察院、泉州县检察院都进入本地书店 现场要求新华字典等书籍下架 随后,上一集桂林市检察院叫停了泉州县的错误行为 认为检察官查进新华字典的行为属于屡职不当 杜公,您怎么看待这次新闻反转呢? 批判者对于现场查进新华字典的行为包含了至少三层原因 第一层原因是2022年的很多人不理解新华字典的工具书定位 这次抵制新华字典的行为发生在五月末的教科书插图事件之后 一部分网络自媒体发现,分析程序问题太麻烦了 寻找因果关系难度太大了 不如上纲上线批判立场、挖掘思想根源 可以用很少的工作换来很大的流量 同时,很多家长和刚刚毕业的学生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 在潜意识上想减轻自己的责任 想把教育失败的原因归结到某些文化产品的错误内容 这两种需求相结合,成功扭转了教科书话题的方向 接下来某些自媒体开始发动观众 严格审查其他儿童读物的每一页图文 通过主观的推测深发作者的思想立场 新华字典是小学生的必备工具 所以也根据年龄段被当做了儿童读物 被拿出来逐字逐句找儿童不移的内容 新华字典的确和小学教科书有一些共同点 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产品 第一版的主持者都是教育部副部长叶胜陶 在21世纪的主要使用者都是小学生 而且影响力都有下降的趋势 但是新华字典的文化定位并不只是儿童读物 而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文化典籍 从历史定位来看 新华字典是五岁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和新中国社会一样 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几代人以来 小学课程都要教小学生用新华字典 对于小学生来说 新华字典最基本的工程当然是十字 但是在过去几十年 新华字典还是一扇通往现代社会的门 可以明显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让他们读懂不认识的字 也能知道这些字的扩展含义 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范围 对于乡镇儿童来说 当时的新华字典是一本浓缩的百科悬书 它的文化功能类似于21世纪的网络搜索引擎 直到我开始读书的时候 普通人身边既没有图书馆 也没有见过外面社会的朋友 只能对着一块面包大小的新华字典 了解现代社会的各种基本知识 如果是教师秘书这一类的地方知识分子 工作几年之后会省出一两个星期的工资 买一本像两块砖头的现代汉语词典 放在办公桌上 要是还想在本职工作之外 做一点学术类的事情 比如说写作 知识分子就可能会在工作七八年之后 拿出两三个月的工资 买八开本的瓷海 放在书家里面最后一排 作为最权威的信息来源 新华字典逐步升级到瓷海 说明普通人在深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 要不断获得更丰富的百科全书 这对应到21世纪的情况 就是想认真做那种的人 必须掌握搜索能力 我这个水平的用好百度就可以了 我的同事要用维基百科和更强的搜索引擎 发表严肃论文的学者 必须用专业搜索 还要买一下收费的数据库 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是新华字典 所以说新华字典是入门的工具书 绝对不是儿童读物 现在很多人把新华字典当作儿童读物来批判 说明还有很多人不具备自学能力 没有达到使用新华字典的入门水平 更不要说后面的搜索引擎和工具书了 他们的同时水平停留到中学毕业的一瞬间 然后隔几年再打个对折 最后只能对着抖音视频跟风表态 所以他们才用儿童画册的标准去衡量新华字典 6月3日第440期节目 我解除过最近的教科书插图事件 当时我说当代小学课本的知识水平 跟不上现在家庭的教育需求 如果父母不关心子女成绩 那肯定根本不看教科书 但如果父母非常关心子女的成绩 那更有不上小学低年级的教科书 最后发起抗议的人主要还是没有当过父母的中青年 回忆起当年读书的时候只有教科书可看 有一点共情 这个群体和当代教科书的实际关联最弱了 所以说了10年才借助自媒体产生影响力 再慢一点等不到他们发现问题 当前的教科书都要换新的了 现在的字典问题也类似 一部分人自己根本就不用字典 或者只是为了查生字写法完成作业才用字典 完全不理解字典和词典的百科全书功能 所以他们才会抱怨字典太成人化 用低优图书的标准去要求字典 成熟的父母不会这么无聊的 而是应该教子女字典的用法 更应该早一点让子女学会用搜索引擎 让他们成年以后有机会做一点创造性的工作 新华字典事件的第二层原因 是很多人对新华字典做了望闻生意的理解 认为字典就只管文字 必须给使用者提供最文雅最精致的书面语 不能有任何不体面的内容 这是一个和历史年代有关的错误认识 文字是几千年之前就出现的成熟发明 现在青壮年的识字率接近于百分之百 很多人一整天都不说话 完全靠打字也能正常工作生活 再加上计算机语言和表情包的普及 现代人很容易形成错觉 认为语言和文字是平等的 甚至是文字更重要 但是从所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 文字只是用来表达语言的工具 人类语言至少有七八万年的历史 有了语言 人类才能彼此交流经验教训 组成复杂的社会 在不到一万年前 人类建立了农业文明 又过了几千年 文明社会进一步发展 需要记录更准确的信息 这才需要文字来表达语言 文字的地位肯定要比语言低 比如说东亚人群 现在甘肃青海一带形成了汉藏语系 然后汉族往东走 藏族往西走 在各自分化不同的方言 用不同的方式书写 到了21世纪 一部分广东人说粤语 使用一大堆连汉族人 都不太认识的小众方块字 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 这些粤语内容和拉萨的佛经 都属于汉藏语系的文化圈 回头看新华字典的定义 我到人民网找到了最权威的解释 2019年10月26日 人民日报采访新华字典 第十版主编成龙的文章 这篇通讯的标题是 第一步现代汉语规范字典 要注意字典前面的定语 现代和汉语 前面提到过新华字典的升级版 是现代汉语词典 还是要强调现代和汉语这两个概念 汉语是个语言概念 是中国大多数人用来表达概念的声音系统 无论有方块字 还是用拼音来表达 汉语都是汉语 只是声音没有办法印出来 所以我们必须跟每一组固定的声音 都对应上文字 去整理汉语的常用概念 这就是字典 至于说现代这个定语 意思是新华字典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 这一点从新华两个字也能看出来 文字刚刚出现的时候 的确是表达日常语言的工具 但是当时的技术水平太差 只能在硅壳青铜竹竹简上写字 哪一种材料都不便宜 所以当时写字的人 只能制定一套信息压缩规则 降低成本 社会上只有少数人 能够熟练掌握信息压缩技术 同时买得起书写材料 所以文字又逐渐和日常语言拉开了距离 形成了文言文 再后来 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 书写成本已经降下来了 所以最近几百年 我们看到了一些 接见白话文的小说剧本 给普通人提供娱乐活动 但是垄断信息压缩技术的统治集团 并不喜欢放弃地位 所以一直到20世纪 中国稍微严肃一点的信息 都是用文言文传播 普通人就算认字 也看不懂政府和企业的大多数文件 20世纪 中国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 革命者认识到 革命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 包括政治经济 也包括文化 所以必须消灭少数知识分子 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文化隔阂 才能解放整个社会 这个诉求可以简单的总结为 说人话 写人话 毛选和鲁迅小说 带领我们中国人 开启了白话文时代 到这个时候为止 我们的文化产品 终于开始抛弃 几千年封建时代的恶习 回归初心 成为人类表达语言的工具 回头再看刚才人民日报那篇采访 静静帮我读一下第一句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 第一部白话事宜 白话举例的字典 也是迄今为止 最有影响力 最权威的一部小型汉语字典 几代中国人 大都通过它接受其盟教育 主编的话告诉我们 新华字典属于白话文时代 属于普通中国人 所以新华字典应该尽量 接纳汉语的白话内容 不能像文言文那样 假扮人意道德 如果白话文包含了一些 不文雅但是常用的说法 如果白话文体现了社会 比较阴暗的一面 字典就不能假装看不见 就算新中国已经消灭了 某些负面元素 字典和词典也要收录这些历史概念 让现代人了解社会发展史 这样才能发挥工具书 乃至于百科全书的作用 如果字典忽略了社会负面现象 删掉了一切偏粗俗的说法 像文言文时代一样眼耳盗铃 必然不会有好结果 毕竟字典里的大多数负面东西 就是在文言文时代出现的 而且人天生会喜欢晋级内容 教育越是追求纯洁 地下文化就会越发达 最终会把教育回避的东西 带回主流文化 我给大家放一段音乐 但是很多家长不理解新华字典是基于白话文的工具书 他们就像古代儒家士大夫那样 想象了一个超出日常语言的纯洁文字世界 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抛弃自己不满意的现实社会 接受另一种高级文化 所以他们一旦发现字典居然敢反映社会的真实面包 反而会恐慌 他们就像上世纪那些维护文言文的儒家学者那样 要对新华字典搞审查 好在我们的新文化革命已经在中国扎根了 新华字典不至于被这些文化反动派推到了 新华字典事件的第三个层次是地方检察院缺乏法律诚实 不承认司法机关有行为边境 新华字典被下架的消息是广州全州县检察院自己的微信公号宣布的 检察官带上教育局和出版局的人去书店检查 发现了就现场查处 与其同时 广西河池市检察院也做了类似的事情 和共青团教育局文广局一起检查了新华书店 当场整改 河池地级市检察院的行为还没有明确结论 但是全州县的上级桂林市检察院已经叫停了全州县检察院的操作 定性是履职不当 要理解这个履职不当 我需要法律和语言两方面找依据 首先 宪法第134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再看新华词典432页的解释 检查 审查检举犯罪事实 检查权 对于国家机关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和宪法行使检查的权利 这两份权威文件都强调检察院可以监督政府和人 判断某个行为是否违法 但并没有赋予检察院直接干预违法行为的权利 更具体的条款要看检察院组织法 请你帮我读一下 第20条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之权 1.依照法律规定对有关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 2.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 批准或者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 3.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 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对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支持公诉 4.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 5.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6.对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工作 实行法律监督 7.对监狱看守所的执法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8.法律规定的其他执权 八个方面除了兜底条款的其他执权之外 检察院执管三件事 一是调查 二是批准逮捕 三是保证已经形成的判决不轻不重的落实 检察院是一个只生产信息的机构 执法的事情和当无关 宪法是五十年在定的 之后我们国家花了几十年时间 才理顺了各个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在行政和司法之间划出了比较明确的界限 现在全州检察院作为检察机关 故意越界办事 不仅会影响文化领域 更是向全社会展示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可能性 就是监督法律运行的机构 同时也想拥有执法权 这就类似于会计师辞退了出账 自己在管账的同时也管现金 无论这个会计师是不是悄悄贪污了现金 上级都应该第一时间叫停开除这个制造危险局面的人 当然全州检察院也可以声称 检察院组织法兜底条款还规定了其他职权 未必就不包括查封歇化字典 但是对于这个其他职权的范围 现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 2018年的检察日报上有一篇文章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理念原则与职能 第三部分是正确认识与把握法律监督的功能与作用 专门用来解释检察官职权的边界 静静再帮我读一段 二 法律监督具有程序性和建议性 法律监督主要是程序意义上的监督 而非中局意义上的监督 它是一种提示与提醒 不具有实体的行政处分权或司法裁决权 三 法律规定具有事后性和救济性 其只有法律规定的属于法律监督的情形出现以后 才能启动法律监督程序 除此之外 法律监督权不可干涉其他权利和公民权利的行使 四 法律监督必须坚持有限性 根据法律规定 检察机关的监督限定在执法司法机关 在诉讼中发生的违法情形 而对社会生活中的一般违法 不是由检察机关监督 而是由行政执法机关 包括一些社会组织来进行 现在这篇文章还挂在最高检察院的首页重点推荐栏目 如果全州核池的检察官真的认真学习过 就应该不会好大喜功 不会和行政部门一起上街巡逻 当场就要收别人的书 除了有越权行为之外 全州检察院这次突袭执法只对外宣布了结果 没有公布具体流程 这说明全州检察官对人民司法体系的基本原则认识不够深刻 宪法第一半30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 一律公开进行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宪法规定了公开审判原则 特别强调被告一方可以辩护 首先当然是担心有人操纵司法 让所有公民都来监督司法机关 同时司法行为公开展示 允许公民旁听 这是因为司法过程本身就是普法宣传 如果不透明执法就没有宣传效果 这次检察院到现场执法 而且是对文化产品执法 就算有合法授权 也必须注意对群众的影响 如果说书店违法就违法 当场就决定下架 连一个辩护流程都没有 就算决定和程序都是正确的 旁观群众也不知道哪一本书违法 不知道因为什么内容就要下架 还是认识不到法律的权威气 所以检察院也好 其他的执法机构也好 最好的办法是走审判程序 到法庭上表达公诉意见 和写书卖书的人公开辩论 最起码违法的文化产品 要敢于展示给人民看 指出哪里错了 才对全民有警示作用 2021年的259期节目 提到过新华网人民日报 与椰树集团的争论 当时椰树集团有一句配图广告词 从小喝到大 还有一句招聘文案 有美女帅哥追 人民日报评论说 椰树封广告 低俗绝不是一种风格 椰树集团不服气 歇华网又发了社论 标题是 匪夷所思 椰树集团哪里来的傲气 很诧异椰树集团居然敢不服气 我当时的评论是这样说的 广告法第九条第七款 的确规定了 广告不得出现 妨碍社会公共秩序 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等情形 但是法律就是用来 落实具体的公序良俗的 广告法第九条 没有对公序良俗做准确的总结 反而重复了一遍 不得违背社会良好风尚 所以制造了潜在的争议点 法律不能明确落实 公序良俗的条款 那就不如让人民群众自己来 所以当时我说 广告词的争议可以做公益诉讼 但是如果是以保护 社会风尚的名义去起诉 就应该让人民群众 自己用双盲试验定义社会风尚 比如说 请来一个不知情的第三方机构 把有争议的两句广告词 和网上随机选取的 几十条广告词混合起来 尤其是要和网络游戏 和微信广告放在一起 随机抽取公民来判断 看看能不能根据公序良俗 找到破坏风尚的这两条广告 如果随机测试看不出差异 人民陪审员也不至于公序良俗问题 当犯外的批判 那就成了笑话了 全州县检察院这次惹的事情也一样 如果真的要查处 上亿人用过的新华字典 唯一的合理程序是公益诉讼 法庭上应该随机请一批 新华字典的普通用户当证人 当人民陪审员 也欢迎新华字典的编辑部 来做反驳辩论 这样做出来的审判言论 才能正确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 直接到书店里面去查尽 肯定是不行的 现在桂林地级市的检察院 已经叫停了全州县检察院的严重违规行为 我觉得桂林检察院应该借着这件事 给广西人民做一场普法宣传 讲清楚下属的全州检察院错在那 为什么要上级来干预 而全州检察院也必须对自己的行为 做深刻检查 这不仅是收了几本书的事情 而是挑战了整个国家的司法规则 破坏了司法机关的权威 如果只是把检讨限制的文化领域内 下次恐怕检察院还会在其他领域 试试自己有没有直接执法的资格 当然我也想听一听全州检察院的具体辩护 检察院组织法第25条又规定 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 有不同意见的 可以在执行的同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 如果对上级的处理不服气 全州检察院也可以把保留意见说出来 另外广西合池市检察院也干了类似的事情 上级必须对他们的行为做一个明确定性 苏公 全州县检察院没有得到上级桂林市检察院的指令 就主动发起了对新华字典的执法行为 而合池市与全州县并不接壤 中间隔了一个柳州市 为什么他们会在6月1号同时发起违规执法行为 为什么他们都选择了书店作为执法目标 在考试方面 相信大多数观众都是神经百战了 如果两个学生做题错的一模一样 那只有两种可能 或者是相互抄袭 或者是同一个老师交错了 现在两家检察院级别不一样 地理上不相邻 却做出了同样的措施 如果不是相互仿效 那必然是背后有同一种驱动力 合池市和全州县的检察院都是6月1号进书店 不太可能是其中一个跟风 那就应该是省里有统一安排 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查 我找到了中新网6月1日的一条新闻 广西启动2022年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乐活动 这篇报道提到 5月20日 广西自治区政府刚刚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5月31日 广西宣布6月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乐 举办了活动启动仪式 8个主要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其中不包括自治区法院和公安厅 但是包括了广西检察院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乐定的6月 是因为6月1日正好遇到了新版未成年人保护法实行一周年 新成立的体系遇到了第一个标志性时间节点 我可以理解全区受领导小组指挥的机构都要表现一下 证明自己给未成年人做了事 而检察院作为深度参与的司法机构 尤其要重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纪念日 所以6月1日这天做事力度最夸张了 现实生活中相信各位都见过假装负责人的父母 平时不关心孩子能够读什么书 能够参加什么活动 但是又很在意隔绝负面信息 最好是把孩子养在玻璃缸里长大 一旦孩子犯了什么错误 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孩子接触了坏信息 到处找负责人 反正就是不会在自己身上找毛病 这样的父母就是在网上对新华字典找查蹭流量的人 就在他们5月末造出一波热搜的时候 广西的基层检察官接到了新的任务 必须在6月1日做点事 证明自己真的关心未成年人 在寻找方向的时候 每个地区的检察官当然都有自己的创意了 但是时间紧任务级 肯定不止一个地方的检察官想到了上网看热搜 他们发现有一批和自己思路差不多的父母 在抗议新华字典就直接列入执法目标了 甚至没有考虑过自己是不是有执法权 所以6月1日这天 两个地方的检察官一起走进了书店的少儿区 点名要查新华字典 围绕新华字典产生的争议本来只是个文化问题 正常的社会就应该允许公民质疑重要出版物的文化导向问题 应该通过公开讨论和民主化程序去解决文化争议 但是从广西各项活动的公开顺序来看 基层单位需要卡着时间点去充业绩 这导致检察院迎合了少数人的极端民粹言论 做出了严重破坏法治的行为 这说明无论出于多么善良的目的 都要尽量避免运动事执法 好 444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 文字内容随后我们会发在睡前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 欢迎转发 我们周二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